7月18日,第18届全球国家竞争力分类优势排行榜在香港揭晓。 在现场公布的10个榜单中,香港独占5个榜单榜首。 但此前多年占据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第一位的香港, 今次却跌出去使命开外,澳门取而代之成为第一。 排行榜由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院等单位主办, 从2002年至今已连续发布18次。 在主办方公布的资料中可以看到, 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的评选标准, 由四项一级指标、十项二级指标和55项三级指标组成, 要求参选城市在当年无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社会治安良好、投资环境优越、生态可持续发展等。 在本届评选中,香港排名仅在第13位。 香港近来围绕修例发生的游行,不断发生暴力事件, 包括暴力冲击立法会、暴力袭警等被问及此事是否影响到香港在最安全城市排行榜中的评分时。 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院院长桂强芳表示, 事件对于香港的评分确实有影响。 去年香港的安全城市排名是第一位, 很多年都是排在第一, 但今年的情况有点特殊, 而我们指标体系说, 有特别大的世界的发生, 我们就会把它的平定的标准下调, 这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和我们的指标体系所体现出来的, 当然如果明年香港恢复了和谐、安定、恢复了稳定, 那么人家还可能会排在前面, 但是恢复在第一位就很难说。 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志荣表示, 要想提高香港的排名, 香港唯有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现在的游行, 我相信是不能解决到问题的,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香港人自己怎样增加它的竞争力, 不是日日去游行。 第二, 我觉得香港的游行, 最好不要被其他势力利用, 或者是造成一个旗子。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 任何的现实的情况, 政治的情况都是要一个妥协, 如果我们要向前, 唯有就是妥协, 妥协不同的矛盾, 我们才可以有进展。 在同期公布的其他榜单中, 香港占据越港大湾区最具竞争力城市,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旅游竞争力, 中国最优营商环境城市, 中国十家食品安全城市, 以及中国城市贸易竞争力排行榜的榜首。